我们要介绍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basis的观念 所谓的基底的观念 那么在基底的之中的话呢 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谓的标准基底 何谓标准基底呢 标准基底就是这是一个三度空间的一个轴 比如x的分量这个地方叫做i 这叫做j这叫做k 我们这边的话呢提到i是指的是100 这是一个向量 我们要知道在三度空间里面所有的向量的话呢 都可以把它写成基底的一个线性组合 就是它会成为多少倍的i多少倍的j跟多少倍的k把它相加起来 那么我们的话呢在后面来再介绍一个例子 同学会比较了解 j叫做010 那么k的话呢叫做001 做这个基底的话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标准基底 它的长度叫做长度是都是1 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后面都会将会比较做仔细的介绍 我们基底其实也是我们一个坐标的观念 来我们来看看这个立体 有一个向量12-4 我们希望表达为ijk的线性组合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12-4 12-4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1乘上100 也就是所谓的i 再来的话呢 再来的话呢 加上两倍的010 这所谓的j 再减掉4 0 0 1 这就是所谓的k 也就是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i 加上2j 再减掉 4k 这里的ijk 相当于什么意思呢 12-4 也就是它的意思是我们对于这三个基底所形成的坐标的意义 对于向量的长度的计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看看定理 定理的内容是 如果说有一个u向量 它的第一分量叫做u1 第二分量叫做u2 第三分量叫做u3的话呢 那么这个符号 我们加了一个绝对值的话呢 一个向量如果加了绝对值 它的意义代表的是它的长度 它的长度的话呢 就是第一分量的平方加第二分量的平方加第三分量的平方 这是可以解释的 这个的话呢 这个解释的话呢 是说 它的话呢 是反复的使用了两次的必试定理 就是商高定理 就可以算出它的长度来了 那么我们的话呢 要了解这个定理的话呢 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 假设有一个向量叫做u 叫做123 那么请问u长度是多少 长度怎么算 那各位同学的话呢 很清楚的知道 我们是怎么算呢 第一分量的平方加第二分量的平方 加第三分量的平方 所以等于1加4加9等于根号14 它就是代表的是这个向量的长度 那么我们常常还会用到另外一个观念 叫做单位化 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单位化是什么意思呢 单位化的意思就是说 这是一个向量 叫做v好了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长度是 长度是1 长度是1 但是的话呢 这个长度是1 可是它的向 它的方向是跟它一样的 那么我们就称为单位化 如何做呢 其实非常的简单 任何一个向量 要单位化的话呢 就是向量除以它的长度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个题目 如果我们要把它变成了一个叫做单位向量 叫做unit vector的话呢 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直接就这么说了 一个向量 如果除以一个它的长度 那就是什么 就是单位向量 它的长度固定为 也就是所谓的 单位 vector 它的话呢 它的长度必然刚好是1 对于向量的加法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引申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果 就是三角不等式 什么叫做三角不等式呢 就是一个三角形 两边之和一定是大于第三边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向量的表达方式 这是u 这是v 各位同学要知道 这两个相加 根据我们向量的加法 它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那么这个向量 也就是这个向量 这两个都是一样的 所以u加v 这个的话呢 这个是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模式 那么两边之和一定是大于第三边 那我们怎么写呢 我们是这样写的 u加v 这是我们的向量的相加之后的向量 相加之后 它一定是小于等于 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两边之和指的是长度 长度 长度的话呢 这是u u的长度加上v的长度 这两个向量的长度 会大于第三边 这是我们引申出来的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不等式 我还有没有使用的 小语 的